主料,普通面粉300克,全麦粉50克,燕麦片30克,白砂糖5克,金盐1克,橄榄油15克,干酵母粉1克,辅量,温水200克,准备时间,移到2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备后材料,普通面粉300克,全麦面50克,燕麦片30克,糖5克,盐1克,橄榄油15克, 温水约200克,还有橄榄约1克,全部干粉放入面包桶中,启动面包机,慢慢的加水,当面包搅拌即将结束,进入了发面状态之前2分钟,倒入橄榄油,住,这样做一是面包里需要点油,二可以防止面团变干,图示是发好的面团,然后再次启动面包机揉面功能,将面团揉光,住, 手揉是一样的,将揉好的面团取出,分成8分,揉圆,盖上保鲜膜,静置20分钟,取一份擀成椭圆形,或圆形都可以,厚度大约5毫米,一次做好全部,定日热烤箱到250度,连同烤盘,将做好的口袋饼坯,连同烤绝滑入热烤盘上,迅速放进250度烤箱中层, 烤5-7分钟,取出后放在架子上放热,住,饼入高温烤箱中,就会迅速膨胀起来,5分钟差不多就熟了,但是如果想上海就多烤一会,但是饼应该是软的,不可烤焦脆,烤好的口袋饼可以加轻较少土豆丝,中饱鸡丁等等,一切你想加的菜菜, 这次烤箱版的口袋饼,我加了虫爆牛肉,虫爆牛肉菜谱链接,794865,以前还做过平底锅版的口袋饼,加的是煎鸡胸肉,煎鸡胸肉菜谱链接,795860, 还有一次加的是葱烤排骨,葱烤排骨菜谱链接,479750,烹饭技巧,一口带饼的发面团,只要揉光滑就可,不需被力揉到薄膜状态,也不要长久的第二次发酵,两发好的面团,分成若干小粪,揉圆,静置20分钟就可,没有必要,二次发酵, 三饼的厚度控制在5毫米,太厚或太薄口感不好,撕饼入高温烤箱中,就会迅速膨胀起来,5分钟差不多就熟了,如果想上菜就多烤一回,但是饼应该是软的,不可烤焦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